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人郎的频道 我是兔兔 刚呼唤已久的一集影片就是介绍母婴用品 我们现在来拍 特别要跟大家说 目前恭喜四个月到 我们已经使用这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最后存留下来 非常常使用的东西 我觉得尤其是零到三啦 因为我觉得婴儿对每个时期都不一样 婴儿很软啊 很小肢啊 对于新手家长来说 尤其是第一摊 你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小东西的时候 你也用品的选购的指南最大方针就是 这个东西是他用你也用的 虽然是他的用品没错 但是是辅助家长的 家长用不用的顺手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姐姐有几个方向啦 不要腰不舒服 我跟你说新手家长很容易腰痛啊 就是其实很常会看到我们线动 或者是贴文会露出这些东西 代表说我们真的有在用 我曾经就是有被外表蒙骗过 我觉得东西很好看 然后我就一定要用 我就可以想象恭喜用这东西 一定多可爱多好用 重点是他想象恭喜 我想象 就是他没有自己用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就就就把他带回家 马上就是试用嘛 我就是这样的妈妈 嗯恭喜是很漂亮没错 看起来如同我想象的是一样 但是我用起来我觉得我完全不行 我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优雅 母婴用品其实是 妈妈用在了一个也很重要的部分 今天就是一个淘汰赛 最后的春货商品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读说第一个 第一个产品呢 提袋 大家已经看过了 在我们从月中 带恭喜回家的时候用到了 好啦回家啰 他要睡觉了 对他要睡了 来吧 拜拜 好 拜拜 他有个安全口的小孩就是在里面 然后他是一个类似吊床的概念 可以让小孩护住他的颈部 这样有个支撑 为什么会有这东西呢 因为我曾经幻想过 我要当那种很美式的妈妈 我去提个提栏 然后这样哦好帅 在怀孕期间我就去看了提栏 然后拿过那个提栏之后 嗯提栏本身不轻 再加一个小孩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摔这么久 我可能在等一个电梯的时候 我就已经歪斜 所以我后来很苦恼这件事情 店员知道之后 就特别推荐我这一个 这一个优势就是 他可以直接跟器座 安全带扣在一起 他不需要卸除 你把他带回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从器座这样提起来 就不用在那边挖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很辅助家长 克服恐惧的事 至少我是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 不是啊很乱什么的 而且你要想你就是抱着他 然后到户外 只要你一手可以掌握 你就会觉得哦我控制住他了 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询问度 其实物理师询问度就蛮高的 然后有遇到的人都会 特别来问 对不起我可以问一下 你手上这是什么好像很好用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也是被推荐之后才想说 哦我们试试看这样 供入点是在 Mamas and Papas 好 接下来就是 恭喜现在在使用的东西了 嗯 要介绍的是 他现在在用的大象 他是完全可以支撑我 一起为恭喜的这个力量 然后这个枕头呢 我觉得还蛮推荐给 零到三个月是因为我觉得 新手家长都会很想要拍宝宝 但宝宝躺在那里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拍起来 有损他的可爱 还是很可爱 但是就是有点折损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大象 把他支撑稍微靠起来 你就觉得哦 宝宝更可爱了 就脸的肉就不会往下 对我跟你说还是有差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 恭喜的照片 几乎都是靠他 因为他有颜值 终于是 对我觉得他还好看 这种浅灰色是非常百搭的 然后大象感觉是非常Peace的动物 这个在妈妈生怕的买的 好啦那你们就好好喂奶吧 等等话咱们两个吃饭 好了同行喝完奶啦 你看这大象多好用 拍起来很漂亮吧 好可爱 我要吃东西 阿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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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要不要陪妈妈吃饭 有不得你说不 这是一个假新的问题吗 也不是 因为妈妈觉得你 就是想要在我们旁边 好可爱 好可爱哦 你喜歡被媽媽帶出去對不對 哈這一個 虛口的 嬰兒推車 這個很讚 可以調高度 喝完奶很適合調一點高度的 它還可以再往上調 但是就是要看小孩的狀況 我必須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有一個 我覺得不是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看起來簡單 但其實我覺得它組裝非常非常的難 我其實挺到生氣 這台當初是我給人挑的 因為其實我在找的東西是 第一它有輪子 然後再來是它 可以在家裡各個角落 然後適合小嬰兒 大一點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 坐在上面 而且我覺得高度很重要 有一些如果太矮 我覺得那個要一直彎腰 我就不太行 這種就是我覺得已經是 比較符合大人使用的高度 其實覺得也蠻好用 輪子是好推的 它只組裝難組裝而已 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要在整個家推 第一必須長得好看 然後它必須適合家裡很多角落 用起來好用 那你要不要示範一下 寫進很多 你看我們現在要吃飯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會這樣坐下來 然後就把它拉過來 哈囉 你看它在笑 啊好可愛喔 那就可以陪我吃飯 最重要就是高度 符合你坐下來高度 比如說它流口水了 你要幫它擦一下 有沒有就可以這樣擦 就是每次 有它在笑很可愛 而且寶寶也可以看到 你幹嘛一直在我笑 哎呦 啊你這麼開心啊 啊你這麼開心啊 蛤 蛤 我的兩個兔 他畢業耶 你給我吧 好啊給你一個特寫 媽媽要坐家室 所以把你推到兔寶媽媽旁邊 兔寶媽媽工作 他可以看著 你陪兔寶媽媽工作 媽媽要去做家室喔 坐旁邊這裡 這裡有個空位 媽媽要去做家室啦 蛤交給你喔 好的 就是我們平常邊工作邊顧的這個樣子 嗨 那我們當然其實還是有想過 這樣他會不會盯著螢幕上看 可是他好像其實不太會 因為現在對他這個視線有點遠 然後再來就是 螢幕我是吵著我自己的 所以目前我們的觀察室還好這樣子 喔媽完了 喔太好了 要不要一起出門走走 今天天氣好 難得天氣好 我們出門走走好不好 我們出去走走 很喜歡出門其實 對啊 走吧走吧 快快快快 走 我們出門 出門 這台曲口推車忘了跟大家說 它是曲口 然後叫做 Baby Hug 灰色的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現在要跟大家說的是我們的推車 對我後來覺得喔 輕的很重要 一開始怎樣 很想要站車是不是 站車還是很好用 但是我後來久了之後就是有點 重 我後來還是換成輕型 會看地方啦 輕型的固定會放車上 然後重的會放在家裡 就如果我只是要去樓下的話 我就會推大的 然後如果是外出我就是輕的 當媽之後就很容易一切充簡 那我們接寶寶啦 哈囉 恭喜寶寶 你有看到今天的陽光啦 這幾天都沒有什麼陽光耶 難得 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氣座很重要 你看它會這樣彈開來 自己會習慣是鬆開才會把小孩抱出來 這個氣座有個點是因為它可以旋轉 你知道嗎 你看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這樣抱起來 它其實是有尺寸的差別 就是它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它有放這個泡棉 把它收進去就 Baby就可以用了 寄安全然後又不會坐太深 要抱寶寶很好抱 這個其實是給最剛開始出生的寶寶的時候 更小隻的時候 這個都有通過安規認證的 因為氣座安全一定是很重要的 拿掉就變成一般的座椅 到時候轉正面也可以的 傾斜也可以調整 調整斜度 你看它可以調整斜度 如果小孩長大的話 好啊這個氣座呢 就是Messi Cosi的氣座 給大家參考 好用好用 走啦去逛街 走 推車 三段式 它現在是第二段 但是因為小孩已經在裡面了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這邊 這裡面 有一個扣環 這個扣環如果鬆開來 它就可以到完全平躺 然後這邊還有拉鍊 反正是三段式 重點是輕型 然後音樂可以用就很重要 它其實有很多配件 因為像 恭喜現在還比較矮 等到它腳開始變長之後 它其實是有個 腿延伸的那種配件 推車可以用到寶寶比較大的時候 推車 Juels的 好不好 我們是選Juels的 走啊 超級寶貝 開心嗎 小晶寶天啊 哈囉 你這麼可愛 學寶寶就是要吃的啊 好 你被騎人這麼開心啊 我第一次推到這台推車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驚訝 因為它真的超好推 其實我這樣單手推也可以 但是這樣沒有很安全 只是有時候 你的另一手很忙碌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操控它這樣子 才6.4公斤的 之後我們去美國 上飛機 它可以直接帶上去 它是可以放上面的Cabin的嗎 對 它說它可以 我們第一次出門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推車 好餓 有個宅宅在那裡 好可愛喔 媽媽肚子餓 自己看外面耶 好可愛喔 你快要可以吃東西囉 寶貝 嗯 媽媽也很期待以後 你就可以換成兒童座椅 然後跟我一起在外面吃飯了 直接睡著 睡在這個娃娃車裡面 可愛 這個小宅宅這個是已經 它推車裡睡死了 你看這個 氣桌子盆很好用 它就可以這樣直接放 家長友善 這個就很好收 速度超快喔 體積還可以 總之這就是我們的配備 回家吧 回家吧 我來跟大家現在介紹一下 我們已經介紹無數次這個澡盆 介紹無數次這個澡盆 介紹無數次在中島上半 恭喜洗澡 可是我必須說 因為每個人使用情境不一樣 如果你家廁所跟豪宅一樣 你可能會有屬於你自己的房式 那因為我們是用中島嘛 那中島其實已經有一個 蠻適合大人使用的高度 所以我的澡盆就選擇比較那種 矮長型的澡盆 我覺得我用起來是比較順手 純粹是我 我這樣的使用情境 我覺得蠻順手的 當然就是現在澡盆啊 各家都大同小異 都會坐一個椅子 讓寶寶可以坐在上面 讓家長直接這樣寫 其實我也試過 但我覺得0到3的這個時期 對寶寶來說那個椅子 可能恭喜頭椅比較凸 他就會一直這樣 覺得很難洗 因為我會一直扶他 或者是很容易進到水 所以我最後還是用月中教的方式 就是頭靠在手腕上 抓著他的腋下這樣幫他寫 所以這種長型就蠻重要 因為他也會踢嘛 踢的時候有空間給他踢 他就不會撞到頭 有時候一踢就往後撞 品牌叫做Minenor 什麼 再一次 Minenor 剛剛那個不是Google 那是我老婆 這還可以放一個叫做 他洗澡的東西 對 很讚 方便 洗完澡帽 把它扇後就這樣 這樣打開來 水就會流下去 如果說你要裝水有沒有 比如說換水 尿尿換水就把它這邊這樣拉起來 這樣 裝水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這樣 扛過來就 很方便啊 就整趟腰都不太會那個 太用力 我覺得腰桿很直 絕對不折腰的那種 好 這就是 澡盆的部分啦 每天都會用到 好用 以上就是我們近期 跟恭喜相處到現在 大概三到四個 四個月 四個多月了 寶貝你是媽媽 跟恭喜相處現在四個月的 就是我們使用的東西 最終被我們留下來的 我覺得我要特別強調是0到3 因為很多家庭是隨著寶王年紀 它比較大 脖子是硬的 情況上它去做更化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沒有考量 到新生兒脖子是五 你知道 最新生兒的時候 用的東西其實是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特別要強調是0到3 撇除品牌 品牌我覺得大家有各自的喜好 但我們當然推薦我們正在用的嘛 那我覺得重點其實應該是 家長友善 不要讓你一直彎腰 或者是一直就不當施力那一種 安全使用是必備的條件 那再來就是 如果能夠選到 對家長友善產品 我覺得就會非常的完美這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是你的使用情境 如果你的使用情境 跟我們很類似的話 我覺得就很適合 你會很喜歡我們用的這些 我還是想要補充一句 這支影片我們沒有收錢業配喔 所以大家就是 就是真心推薦 真心推薦 好不好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自行採用 整個重點的邏輯有點像是 它要安全 方便 好收納 它最好能夠all in one 輕 這就是我們 簡單來說選品的重點 好啦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